我們是新粵會閱讀平台點讀 驗變死亡入境處 我現在一元都沒有 唯一的10元元都給了小巴錢來這裡 錢包還有什麼 還有一張舊身份證 嘩 我也認不到自己 還有一張很多年前簽過的器官捐贈卡 唉 可惜呀可惜 可惜沒有人可以發現我的器官 我坐車來這裡是哪 我正是看到一個 黑道好像大黑洞的大海 我就站在船艦上面 人生不過就是一場遊戲 是死而已 有什麼大不了 死便可以將一切化為零 這條命不如意 我們已經結束了它 喂 這條命是我的 人家是這麼自私的 我這條命又不用別人來管 人家又想不到 那就了結了它 了結這條錯了的命 我今年已經三十了 爸爸又一早香了 和媽媽住在一百尺劏房 見到工程畢業 但竟然找不到工 長期失業 三十歲 劏房 還要媽媽接濟 一個朋友都沒有的隱蔽中年 這條命衰到這樣 還留來做什麼 不如了結它 再見 這個沒有了我 依然繼續運作 繼續轉的世界 再也不見 水湧進我的口鼻 無法呼吸 我所有內臟都充滿了水 我在沉著 沉著下去了 好像地獄裏面 有無數隻手在拉著我 向下面用力地扯 沒有啊 沒有啊 唉 好啊 我終於死了 但是我 永遠都聽不到自己說這句 好光 好光 那個白色很搖眼 什麼自殺的人都可以上天堂的 哼 這是這麼美好的事啊 蛤 還是我死不去啊 跳海不死 你以為你是電視劇男主角啊 一向跳海死亡機率有九成八 你以為你是什麼 蒙受上帝眷顧的奇蹟人啊 我當然知道 好像我這麼罪孽深重的人 不會得到上天堂的入場券 坦白說 這麼多種死法 我真的做了很詳細的資料搜集 我還不懂得游泳 死亡機率 可以說是百分之一百 最重要的 我不想被人發現 被人媽見到那條絲 所以最後選了跳海 如果沒有意外 我的肉體 會成為魚的食糧 我的骨頭 會化成珊瑚的依靠 我的一切痕跡 都會消失得無影無蹤 包括我的身分證 和那張 器官捐贈卡 不過 死的那種痛苦法 我完全低估了 我現在整個人都覺得好醬 很辛苦 海水… 麻煩你 死了就不要咳 咳到要掩著嘴 不要咳到噴出你的水 這個是誰 十二三歲 全身白西裝白領胎 西裝袖還有一條深紅色的條紋 地獄應該沒有天使 既然我死了 這裡是地獄 你是哪位 這裡是二於人間的四圍空間 稱我是死亡入境處 而我是入境處的守門人 專責批准已經死了的人入境 核對身分和死因 好責任重大的 嘩 十二三歲 人勢鬼大 懶是野 我又是關元一個 喂 你說話尊重點 現在關元很失禮你 這塊是筍工來的 我申請了五十幾次 才在管制部調到審核部 你根本羨慕不來 呃 我沒有這個意思 真的自助多情 我一點都不羨慕他 因為我想死了之後做事 特別是我這些極度厭悟工作的死廢青 消失就是鑄米大蟲 對社會唯一的貢獻 如果逼我做事 我願意死多一次 含修草 我來負責吧 給我一份文件 什麼 這個年輕人叫什麼含修草 不是呀 他一點都不含修 過門都是客人 人家初來報道 連自己在哪裡都未搞清楚 你就給點耐性 慢慢解釋給他聽 哦 這個男人 文質彬彬 一樣是白色西裝 但是咒就有兩條深紅色的條紋 那就是個含修草的上司 她的樣子人善很多 有笑笑口 應該容易說話 含修草 聽到沒有 你上司叫你給點耐性 還有尊重多些 對了,上司先生 我有很多問題想問 但不知從哪條問起呢 明白的 因為你是自殺生亡 跟其他揚獸以進人不同 所以會安排比較特別的死後處理 這樣吧 你兩天之後就去地下四樓的人事部 那裡有一場入職講座 到時你就可以了解一切發生什麼事 什麼? 越聽越不明白 什麼特別死後處理 不是上天堂就是落地獄 又或者輪迴轉世嗎 死後還有其他出路嗎 什麼入職講座 什麼人事部 我不是在發夢 為什麼死後的世界 跟人間一模一樣的 不過你現在去地下三樓的支援部 休息一下吧 含修草 我要去人事部一趟 你有問題的話 就問其他同事吧 知道了,上司 這個含修草 當我秒嘴秒舌 真是死小子 等我下床看看這裏其實在哪裏 這裏周圍都是病床 都是一片雪白色 啊 我打了個冷震 這裏很詭異 又不是天堂 又不是地獄 竟然和人間一樣 我是否應該找這裏的人聊聊天呢 雖然我是厭惡社交隱蔽中年 等了很久 還有多久 何時等我 嘩 那邊那個老人 對著天花板在說什麼 嘩 嘩 你叫什麼 你在哪裏 嘩 還有個女生在到處跑大叫 還是不要找人說話了 這裡個個都瘋了 沒辦法 唯有見步行步 跟著剛才那個西裝有指示 沿著地面上去支援部的路標 都走了十分鐘 嘩 看到出口標誌了 嘩 嘩 有一堆人排隊等著電梯 這次繁忙時間的地鐵出入口 有人山人海 只有一部電梯 電梯旁邊還有個告示牌 此聲降機只能前往地下三樓 禁止往返 不是呀 單程的電梯 嘩 有去沒有回 不用怕 年輕人 人遲早都要走到這部 婆婆 你又是穿白色西裝的 不好意思 請問我去了支援部之後 應該怎樣去人事部 嘩 看不開的年輕人 真可惜 婆婆呀婆婆 阿婆經常都出神了 年輕人 你現在還不可以用職員專用的電梯 你記住 支援部有兩部電梯 一部是單程的升降機 去地下五樓屬中部 另外一部是去地下四樓人事部 給一些新入職用的 你就是新入職 給他們分離去一個部門之後 就會有一套職員制服 那部職員專用的電梯 就只是給著著職員的職員才用得 明白嗎 前面第二個路口 你是不是有條白色的指路線 你去吧 哦 明白 多謝你啊婆婆 唉 雖然我都未搞清楚 為何死了之後 還要做轉身入職的職員 還要婆婆指著一個黑咪蚊的地方 但是這個老婆婆大概七十歲 思維還這麼清晰 真是佩服她 啊婆婆 你怎麼稱呼啊 好像有點斯文 大家都稱呼我為漢婆婆 在支援部工作都有八九年 支援部 這裡好像不是支援部 雖然我不知道現在在哪個部門 但是肯定不是三樓的支援部 通常在支援部工作的 都是老弱雙殘 負負責支援各個部門 做跑腿 人群管制之類的工作 而漢婆婆呢 就是地下二樓審核部 做引路人員的 婆婆的咒有條平和的綠色條紋 和婆婆與世無爭的氣勢 真的有點匹配 原來這裡是審核部 那審核部是負責… 後面的人推進了升核部 婆婆 遲些見啦 年輕人 這部有貨這麼大 但是超多人 局得好像沙甸的罐頭一樣 地下三樓支援部 這分鐘好像過了一年 請注意 肝底部人士請前往中央分流處 鞋隊拿醜號 請注意 肝底部人士請前往中央分流處 排隊拿醜號 請注意 唉…這裡這麼像醫院急症大堂 難道要等六七個小時 新來的人士請注意 現時輪候時間四年又三個月 蛤…什麼話 四年又三個月 這麼離譜 等政府暗位都差不多時間了 等都等慣了 等死都等了這麼多年 都不差那些時間了 嘩…一大堆人坐在這麼闊的大堂靜靜地等 等著周圍演示屏出現他們的號碼 其實…我有這份工作都很好 乖乖地等兩天 再到人士報報道了 你們有沒有見過我男朋友? 請問你們有沒有見過我男朋友? 黃一帆 他叫黃一帆 咦… 是剛才審查報到處大喊過女生 爸爸呀…請問是不是支援部職員呀? 我想問一下有沒有見到黃一帆 他有沒有來過呀? 對不起呀…我不清楚呀… 為什麼不知道呀?我和他一起自殺呀… 我們還說要下一輩子都在一起呀… 自殺?不就是同樣? 呃…小姐呀…你不要這麼激動先呀… 呃…麻煩…你們來幫一下這個小姐先呀… 你們說他可能下了去地下三樓 我才下來的…現在就是怎樣呀? 小姐…你和你男朋友是…自殺呀? 蛤…是呀…你知不知道他在哪裡呀? 我想你問他們也未必有用的啦… 他們也不會知道的 蛤…那…那我怎樣呀…那我怎樣呀… 小姐…你冷靜點先呀… 自殺的人要去人事部報道的嘛… 你也聽過啦… 這裡整二、三千人… 一個人怎麼找到他呀? 如果你肯定你男朋友一樣是自殺死的話… 那遲些他也要去人事部的啦… 是嗎? 嗯…其實我也要去人事部的… 不如我們一起走去呀… 多個人好辦事嘛… 所以其實…我就是想說說說話… 安排一下那個女生… 坦白說吧… 我又怎知道他男人是不是真的死了呢? 不如我們…去那裡坐下先啦… 這個女生有點像一個模特兒家寶喔… 但是她應該更小了些… 可能只有十六七歲… 齊恩同直髮… 令她的臉面顯得更小… 五官精緻… 都挺漂亮的… 先生…你不要騙我呀… 她也更好旁忙… 明白的… 如果一對情侶雙雙雙雙雙情… 但是有一個死不去… 當然比死更慘啦… 我好顧著我男朋友呀… 沒有他我不行的… 我現在好害怕呀… 你不要先害怕啦… 對了… 你叫什麼名字呀? 哦…我忘記了… 我只知道我男朋友叫王一帆… 你呢? 我…我叫… 我叫… 咦?我叫什麼? 我叫… 為何我想起來的? 為何我會想起自己的名字? 我…我叫… 我今年三十的啦… 爸爸一早香了… 和媽媽住在一百尺劏房 大學畢業… 大份份工作都做不長 電腦工程畢業,經濟轉型 我那行沒有前途 找不到工作 長期失業 三十歲 劏房 住媽媽接濟 一個朋友都沒有 隱蔽中年 條命衰到敢 總是我們做什麼呀… 不如了結了它啦… 再見啦… 這個沒有了我依然繼續運作的世界 再也不見 而我的名字是… 我的名字是… 阿林喜呀…